施壓基層的嚴警 還去施壓基層的養公處員工 用自己的權勢 欺壓 霸XXXX 我們桃園市的基層公務員 這種咖就是權威慣了 我們一起把他掃出桃園市議會 怕他完全不用猶豫 不用丟臉 這一種 激善怕惡行的 87捷就在高雄 把罷免黃捷的第一階段啟動了 宇北城跟黃捷 兩個87惡人組 一律就變白 一律就變白木 宇北城 怕惡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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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北城不光是不做事的惡劣而已 你們知道嗎 各位鄉親 宇北城啊 今天還去施壓 基層的嚴警 還去施壓 基層的養公處員工 說什麼啊 打電話 一個大議員打電話到養公處 威脅人家怎麼威脅說 你們要保持行政中立喔 一個大議員講這個話什麼意思啊 他在跟所有的基層公務員在示威耶 一個大議員要求人家要行政中立 你什麼時候不說行政中立 這個時候人家罷免你的時候呢 你要所有的基層員工 基層員警 所有的基層的養公處的公務員要配合你 不能違反行政中立 你以北城是什麼意思 你在威脅基層員工 你在威脅基層公務員嗎 所以我們看到以北城不只是自私自利 為了自己胡亂胡言亂語之外 他還用自己的權勢欺壓霸凌 我們桃園市的基層公務員 你平時怎麼不去叫養公處的人要 維持行政中立 就在你要被罷免的時候 你居然跑去跟養公處的基層公務員說 要維持行政中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以北城這種卡 他就是權威貫了 就是貫老闆貫議員 所以呢他可以用威脅的口氣 教人家說要行政中立 實際上是在脅迫基層的公務員 實際上是在脅迫我們基層的這些員警 所以我們看到以北城用這種權勢來霸凌 我們基層的員工 基層的公務員 我們也呼籲桃園區所有的公務員隊伍 我們要站出來讓這種用前世來欺壓霸凌 我們公務一線公務員的這種壞議員 惡議員 不用猶豫 不用猶豫 這一種欺善怕惡行的 他絕對對於人民百姓沒有任何好處 他的荒謬言論的不用說 剛才郵子彈前面說了 我們站在這要半小時 蚊子 真的這些蚊子很多 在你的服務處的前面 你可以讓現在在公園裡面上百位的好朋友 有在運動的有在顧小孩的有在散步的 你要讓他們被蚊子咬多久 咬到7點 咬到8點繼續咬嗎 這就是你的服務態度嗎 現在沒看人 平常這麼多的好朋友在這邊運動 于北城都當沒看見 讓他們被蚊子叮 我們現在在這邊只有半小時 他們平常可能在這邊有一兩個小時 這就是于北城你為民服務的態度 你還要說你有為桃園做事 是做什麼事情 你自己的服務所頭前都沒在做 你還要做什麼 所以呼籲我們所有的好朋友 人一律就變這樣 我們高雄那個人一律就變白目 跟于北城真的是有異曲同工之妙 兩個都是因為跟民進黨接觸之後 想要鞏固自己在民進黨心中的地位 所以就變成這麼的白痴 就變成這麼的白目 今天是8月7號 明天是父親節 今天剛好是87節 剛好來講他們這個白痴是剛好而已 所以小弟上嫌今天也剛好就挑這個87節 就在高雄把罷免黃節的第一階段啟動了 剛好就是在這樣的87節 于北城跟黃節兩個87二人組 在今天的87節剛剛好 我們青鵬打喉來余北城的服務處之外 我們高雄的高六選區的罷免黃節第一階段也同時間啟動 各位全台灣的好朋友 現在是我們人民百姓該要勇敢站出來告訴這一些 一律就變白痴 一律就變白目的這一些不適任的民意代表 就由我們這些具備正義感的人民百姓站出來 無論是桃園市桃園區的好朋友 或是高雄市第六選區的好朋友 要罷免掉不適任的民意代表 不是靠游志斌 不是靠人權律師 也不是靠徐尚嫌三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要靠所有所有具備手中的權力的好朋友 你們都一定要站出來 尤其是第二階段 呼籲各位好朋友 第二階段一定要站出來 第二階段一定需要你們 才能把這樣的魚白痴 或者是我們高雄那個白木杰 趕出我們的政壇 還給我們政壇 一個乾乾淨淨的政治人物 感謝 謝謝 然後史大儀應該 欸這個是魚北城嗎 有可能喔 警察比你人多 歡笑你家的嗎 政據拿出來 胡說八道 史大儀說五萬份啦 我自己在那邊講五萬份啦 這個史大儀有可能是以北城喔 那以北城如果是以北城要出來面對啊 史大儀是不是以北城 可達鴨說阿兵哥加油 謝謝喔 我們現在就在 我們就在以北城的門口來回應 我們就在以北城的門口來跟大家回應 來阿兵阿兵我們可以在那邊一起來 在以北城的門口來回應 還說這個警察比我們還要多 來沒關係我們 警察多好啊 代表這個以北城的仇恨值在太過高 我們來 以北城的門口 好啊 好好可以了行過行過 行過行過 好我們 我們來這邊 準備來這邊發一下 這算是我們桃園的豪宅區 對對兩個兩個差不多啦 沒關係我們這邊回應一下 來這裡是以北城的 我不要折住 這裡算是以北城的服務處的門口 現在 我們的戰車已經開始了 會在附近繞了 這個是以北城的服務處 算是他的服務處 那警察 警察怕有問題 對對這樣可以這樣可以 好來 好來你看這個 潘雅玲的CAT 就請看 好這個以北城還敢講正義感言 誠心為你 完全沒有誠心啦 大家看一下 阿兵哥真的沒幾分鐘 被蚊子叮成這樣 你看看 有沒有 蚊子多了要死 阿離他這麼近 公園離他這麼近 完全沒有在做事嘛 所以這個是罷免以北城 非常合理的理由 好 CAT說阿來 阿恆阿恆 特別從高雄來 我們先回應一下我們的 觀眾 好 先讓我朋友 來阿恆來 大家歡迎一下阿恆 大家感謝 真的是從高雄上來 我不會忘記 于北城他一開始的那個態度 要罷免就來嘛 我沒在怕吧 哇靠 今天呢 今天我們這樣持球對決 你看 他真的是很準時把門關起來 但是我可以合理判斷 他真的平常沒有來這邊 因為這個看起來太貴寒 這個公園的問題一大堆 短短的十分鐘 哇今天感受到這個公園平常 到底誰敢來啊 被盯成這個樣子 對 這邊其實都是豪宅喔 這一代我們桃園的豪宅 來 轉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代其實是我們桃園的豪宅 來 大家看一下喔 以北城所在的地方是我們 算是我們桃園的豪宅 來來來來 你看喔 你看 不是啊 給大家看一下 對對對這是豪宅 我也讓大家看 真的是豪宅喔 這一代 這一代是我們桃園的豪宅 來來來我 我來拉高給你們看 都是豪宅喔 這個這個是大樓區 真的 真的 然後你看這邊 豪宅有在養蚊子嗎 你看 這邊的蚊子真的超多 蚊子真的很多 這是豪宅喔 這一代是豪宅喔 那以北城的服務處 你看他五點就關門了 旁邊還有警察喔 代表平時就怕人家被人家打 還有警察局會固定在這邊 幫他做那個 幫他做那個巡邏 這個是多久來巡邏一次 每天要來幾次 不知道嗎 不定時會來巡邏 所以這個叫什麼 人家說不做虧心事 半夜不怕鬼敲門 以北城做一個民意代表 他還要警察不時的 用特權來幫他 來幫他巡邏 啊 現在應該是 以北城派來 他說兩個落選的人 再乘當選的人 笑笑笑笑 一個不敢選的人 還敢來嚎落選的人 這樣子 要嘛就是以北城 應該有花錢啦 以北城有花錢請他來 應該 以北城喔 他可能是有付一點錢 去養 去養網軍啦 沒關係齁 其實齁 先看一下我們的戰車 我們的戰車 這就是剛剛GC Play了 我們的戰車 好 這是我們的戰車了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庫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 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 KS Rew Your Care 郭文責著鳳駕石 郭文責著鳳駿雷 text 唔聽風